极乐世界可以说是 一切祝福 时报庄严图 共同的名称 每一个祝福如来的 时报图都是极乐世界 那没苦吗 没其心动念哪来的苦 是真正极乐 这是我们的搞清楚 然后你再晓得 那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女人 这个要知道 不过极乐世界 此地来讲 它特别的地方 它同居图没有女人 同居图是六道 那不是讲舌报图 舌报图都没有话说了 同居图没有 方便图当然更没有了 这是什么 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价值 你在那个地方 修行成就快呀 为什么呢 没有情职 有男有女容易生情职 情职 是退转第一个因素 那个力量太大了 一动感情 马上都落 所以这一月 我们能够体会到 阿弥陀佛 何以能够保证 同居图的学人 语音阵三不退 这个举动 是真的起作用了 这不是假的 那么摄放插足修行 为什么那么困难 退阅太多太多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退阅太多太多了 而退阅里面最严重的 就是禁止 西方世界 同居图里头 所有一切的退阅 几乎统统没有 这个地方是特别提出来 如何能把秦职 忘掉 阿弥陀佛 用这种方法了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跟佛是同一个身相 没有相貌差异 因为相貌差异 也有退员 相貌好的 就觉得傲慢 相貌不好的 就有自卑感 你看嘛 都叫人生烦恼啊 身体健康的 就很得意 身体衰弱的 又很苦恼 都是不平嘛 这个世界 谁能把这种世界 做得真平等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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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 这娑婆世界 讲什么样的平等 都是假的 有名无实啊 这怎么个平等法了 现在的社会 你看最显著的 一般人 一般人常常挂在口头上 平复不平等 这造成社会动乱 西方世界的时候 永远不会动乱 为什么呢 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西方世界 你想要什么样的享受 是随你念头就先签了 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 念头才动 就摆在面前了 吃完了不要了 他就没有了 用不着洗碗 用不着收拾 你看平等啊 吃东西是个麻烦事情 到极乐世界去 我现在不是凡夫 不需要这个东西 这饮食自然就没有了 居住的房子 有宫殿楼口 里面干干净净 什么家具也没有 客人来了 只一个座位 请请坐 那你座位就有了 客人走了 座位也没有了 一切都是变化所做 所以他就真平等啊 那个地方也多才多姿 虽心所欲 我要是想什么样的 这个居住的环境 他就想什么样 随你念头再变 真的是一切罚从心相生 那在极乐世界里完全兑现了 非常明显 所以 这个极乐世界不缺别的 单单说凡身同俱徒 六道里面 一切不善的这个 现象 他完全没有 这才帮助你 常住在顶中 你的心不会乱了 永远在顶中啊 顶身智慧 不身烦恼 一切会议 那么我 说 还有